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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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脂肪肝和糖尿病是息息相关的 很多时候没有糖尿病之前 就先会形成脂肪肝 据统计 有七成的糖尿病病人 二型糖尿病病人是有脂肪肝的 当我们吃了一餐饭血糖高了之后 我们的胰壮就会制造很多胰岛素 将高了血糖搬入肝做储藏 令到我们的血糖是正常的 当我们有脂肪肝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更加多的胰岛素 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肝壮产生的胰岛素抗拒 那种情况之下 胰壮就会制造更加多的胰岛素 随着时间移壮功能就会下降得快 就会出现糖尿病 其实每个糖尿病的病人 多数应该做一个纤维法素描 看看自己有没有脂肪肝 如果有,有多个面肿 蓝色这个就叫做CAPCAP score 就反映到脂肪积序有多少 那333分这个pick是挺高的 正常的分数应该低于248 如果其实超过280分以上 即是说肝里面积序的脂肪 有接近70%以上 脂肪肝就跟糖尿病一样 是没有什么病征的 其实去到300多 脂肪肝那么严重 其实病人都未必有什么病征 只不过有时肝会变大的时候 就会撑住 右边肋骨的位置 会引致一些不舒服或者痛楚 但这些情况很少见的 很多时候病人都不知道 自己有这么严重的脂肪肝 脂肪肝通常会演变成为纤维化 接着会发炎 会引致肝硬化 最后有肝硬的机会都增加了 现时有三种药物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既控制到血糖 又可以帮助到体重 第一组就是二甲双瓜 第二组就是所谓SGLT2的应压剂 这就是令到我们的肾脏 是排了我们高了的血糖 在小便那里出 第三组就是GLP1 receptor agonist 这一组药是靠注射的 有每日注射一针 也有一个星期注射一针 这一组的药物它的作用 就是令到胃口差一点 吃了食物之后消化是減慢一点 令到人饱饱饱饱 不想吃那么多东西 第二个作用 它是令到胃脏的这个B型细胞 在餐后会分泌多些胃脏素 来到去降这个餐后血糖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令到这个血糖控制得好 之余又可以令到体重减低一点 有了糖尿病之后 脂肪肝如果处理得好一点的话 血糖的改善都更加容易的 另外就是如果治疗糖尿病 脂肪肝也会好得快一点 所以这两者的关系相当密切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请订阅我们下期照